一覺醒來 民眾看到住家後面 不只有小河 現在還破了一個大洞 就擔心會影響住宅結構 凌晨一場大雨 讓新北市三小老街地基 又被掏空了一個大洞 看看民眾拍下的畫面 這個洞寬2.5公尺 長10公尺 深4公尺 就出現在民眾住家後院 也讓民眾相當害怕 想說是不是只要大雨一來 連走路都得要特別小心 這些民眾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有通知他 不要再走這一條路了 那避免有民眾會有掉落之雨 水利處獲報之後 立即到廠勘查 並且阻斷河水防止掏空家具 並且要求住戶證實不要通行 免得意外發生 掏空處我們會進行灌漿回田 那預計呢 我們大概預計今天 應該說明天的凌晨 我們會把它完成 立平17號凌晨全面搶通 不過同一地點附近 2012年蘇迪勒颱風來襲時 老街地基同樣遭到掏空 還造成一名男子掉落送命 如今只不過因為一場大雨 又造成路面掏空 也讓住戶希望能進行總體檢 免得意外再度上野 記者西美市綜合報導